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叫颠颈症 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名字 见到有些朋友会突然抽搐 跌在地上 抽搐 醒醒后 都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李医生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其实羊颈症是我们老科医生近几年 就改了一个新的名字 因为羊颈症比较有些负面 那些病人很害怕提子有羊颈 我们现今就叫做脑颈症 其实脑颈症就是脑里面有些不正常的脑电波 导致病人有些不正常的表现 表现可以很不同 看影响哪个脑颈 影响脑前颈 侧颈 还是后面的位置 譬如病人可以突然四肢抽筋 可以由一只手局部抽 到四肢抽搐 抽搐的情况可以有些震动 或者先伸直所有手等行 然后再抽筋 有些病人可能会突然见到一些幻象幻听 然后突然大叫 或者突然说一些很不合理的文理 有些病人甚至乎可能见到一些闪光 或者颜色的转变 因为影响后脑视野的区域 所以羊颈症并不是一定是四肢抽搐 可以是一些局部的肌肉抽搐 可能是一只手丸四肢抽 可能是一些很特别的 有些古怪的行为 甚至乎突然颈呆了几秒钟 他没有反应对外界 没有认知他所谓断片 可能十秒八秒之后他会醒醒 这些都可以是这样的情况 有些病人甚至乎可能躺在床上 他自己突然大叫一声 然后脚踏空气 踩单车 亦有的 这些不同的表征 就是看他脑的病变的范围 在哪个脑叶的地方 其实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大部分的脑界症都是没有成因的 但当然除了一般是原发性之外 亦有很多不同的成因 包括刚才提过 之前提过的病 中风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尤其是在老人家里引致一些脑间的现象 除了中风 可能是年轻的病 可能因为患过脑炎 小时候患过脑炎也好 最近患过脑炎也好 脑开始有些疤痕 或者里面有些肿瘤的问题 肿瘤可能是良性的肿瘤 或者恶性的肿瘤 甚至乎有一些很大的血管瘤 动植物的胶差血管瘤 亦都可以引致一些阳间的现象 或者脑间的现象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做一些检查 除了一些临床上的检查 也好 可能需要做一些磁力共振 看看脑里面有些没有不正常的疤痕 或者脑里面有些特别的地方 有萎缩的情况 有些人天生在海马区里面 有些萎缩和疤痕结在那里面 那些病人特别容易有脑间的情况产生 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抽筋之后醒来是没有事的 其实有什么影响 如果他四肢抽筋的时候 很多时候第一件事 可能有些病人会咬损自己 咬损你 有些病人抽筋的时候会呕吐 口水痰会捉住肺 严重的事 如果四肢抽筋可能连横隔膜的肌瘤都会抽筋 独自病人吸不到气 嘴唇会变指变蓝 又或者他抽筋的时候 可能在駕駛下楼梯 很危险 突然失去平衡便会滚入楼梯 所以很多时候看到这些情况 第一件事 很多时候坊间看电视 有很多错误的理解 要找东西撬开他的口 塞手指进去给他咬 其实并不需要 万一在坊间我们看到身边的朋友也好 或者看到街上有人抽筋也好 最重要是保持旁边的环境安全 不要在哪有尖角撞到他 当然如果附近是车的时候 买路的时候一定要移开病人 第二最重要是放病人去复原恶式 其实将病人执随再向下 面部向下 万一他有嘔吐的时候 也不会绝入肺 导致他窒息的情况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另外也要安排他 可能需要入院见医生 要隔十字车 带他去医院急症室 再进一步治疗 但并不需要找东西撬开他口 因为我们也见过那些病人 以为要这样做 很多家人弄到牙症弄爆了 反而还导致更加多的危险 是否有些可以根治 很多时候看病征 正我所说的 如果本身有脑间症 看看他有没有原因 如果他有肿瘤 可能只是良性 可能有肿瘤 因为脑外面有肿脑膜 如果脑膜有肿瘤 可能你移除了他 也不会再发生了 或者脑内有些疤症 可以用手术去做一些治疗 或者中风的 可以给一些药去帮他 但如果本身是没有的 脑内是没有结构上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要给一些药物的病人吃 药物来说 很多时候吃完之后 这些病人可能不再抽筋了 经过可能三年至四年 我们就可以考虑帮个病人停药 但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脑上病 问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时候他在家中抽了第一次筋 他很多时候觉得 究竟我是否一世要吃肉 其实很多时候抽第一次筋的时候 其实大约五成至六成的病人 就不会再抽第二次 但有四五成 他就会再发生第二次 很多时候第一次进医院抽筋的时候 我们老科医生都可以做一些评估 包括临床检查 也会做一些磁力共振的素描 看看脑部结构 正如所找到他有没有成因 会否有中风不知道 有肿瘤 或者以前有脑炎的情况 有疤痕 做一个叫做脑电图 脑电图好像心电图 但黏一些导线 不是在心脏附近 而是在头皮 看看脑内有没有不正常的脑电波 因为有脑间症的病 很多时候脑电波会有不正常 所谓叫尖波 从而判断下尖波在脑的哪个位置 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还是在不同的脑叶 前叶、側叶、脑叶 还是在哪个位置 而希望我们能否找到 他在哪个位置不正常 如果有些病人 在脑内有些地方 某个地方是不正常的 有疤痕有瘤的 那些病人可以做一些手术治疗 如果不是 另外一些病人也需要做一些药物治疗 如果抽到第一次跟 有些病人以下都不会发生的 如果脑电图正常 我们脑科医生可能只是观察着 但否则再发生第二次 再有复发的情况 大部分病人都需要吃瘤 或者脑内结构本身也不正常 原来有些疤痕 或者小时候 因为他可能发过高烧 有些病毒感染过上脑 或者出生的时候 脑血的样子 有些疤痕 那些病人也是比较大机会 需要一些药物治疗 那吃医药也是 很多病人都问我们 吃医药医生会不会再抽第二次 临床的统计大约 有些病人吃了第一只肉之中 大约60至70% 他就已经不会再抽筋了 控制得很好 但有些病人就要再加药 加第二次第三次 再这样下去 很多次吃完第一只肉不行 再加第二次再可以控制的机会 大约是多5至10%左右 有些病人甚至乎吃3至4只肉也好 有2至3成的病人 可能吃多少只肉也好 他都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停止 他再发生这些发作的情况 只可以将他发作的密度减低 好看他脑抽筋的哪个部分 对 而且脑内结构有没有不正常 如果结构有不正常的时候 正如说他有瘤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考虑 需不需要做手术治疗去帮他 当然如果是巴赫的范围很大 巴赫上我们也不会撤走脑正常的地方 大部分都会用一些药物治疗去帮他 会否恶化呢 如果我们控制着吃药 或者不吃药 会否恶化是这样的呢 如果他不吃药 一定会再发生 每一次发作也会有危险的风险 如果他可能在街上 在一些危险的地方 会碰到自己 有时可能会触到 咬損你 甚至有人嘔吐 引致窒息的情况 所以如果他有发生 尤其是第二次 应该我们也要鼓励病人 一定要定期看医生 覆诊 适药去帮他 会否越远 控制住就会好很多 有些研究显示 当你越抽筋越多 其实脑里面的疤痕性越深 因为每一次抽筋 有时对脑来说 都是一个创伤 可能不会抽一次 再多一次 但如果你很频密地 不停发作 脑里面会容易结疤 所以有些疤痕 例如说 会大致一个恶性循环 确然会导致抽筋 越变越严重 所以如果有脑间症的病人 一定要及早去就医 见医生 以及跟医生的指示 去服食药物 可以减低这个 惡性循环发生的机会 有脑间症病人 有没有先兆 我发觉快要抽筋 会否见到这些 有些病人 会有不同程度的先兆 有些病人 可能会觉得肚子突然不舒服 有些作门作咬的感觉 甚至有些患像 变形 看图案 然后他会表现出 一只手会有些震动 很多时候有些病人 都会有些所谓先兆的情况 有些病人 甚至乎有些未去过的地方 但以为只去过 有些很熟悉 明明都未来过这里 这些病人 有些很奇怪的感觉 这些都是一些症兆 是中风的症兆 有个脑间 就是发作的症兆 大家朋友 看到我们心事台 听了医生的一些介绍 其实对一些 我们平时觉得很奇怪的现象 是知多了 原来这是疾病 增加了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之外 就要做些求医 多谢医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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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